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一军司令说 中国将南海三个人工岛完全军事化 那美联社报导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表示 中国已经将其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 建造的数个岛屿中的至少三个完全军事化 用反舰和防空导弹系统 激光和干扰设备以及战斗机武装起来 威胁着在附近活动的所有国家 阿奎利诺就表示 这些怀有敌意的行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过去保证在南沙群岛推进的修建工程 不是以他国为目标 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 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说这些努力是中国展示其军事力量的一部分 阿奎利诺就认为 在过去20年里 我们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了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军 他们已经发展了他们的所有军事力量 这种武器化的积累 对该地区来说是最不稳定的 那报道就指中国官员没有对阿奎利诺的发言 立即发表评论 北京坚持认为其军事行动是纯防御性的 是为了保护其所称的主权权利 但经过多年的军费开支增加 中国现在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防预算 并且正在迅速实现部队现代化 那解放军的先进武器系统 包括了减负20隐形战斗机 高超音速导弹和两艘航空母舰 第三艘正在建造当中 那阿奎利诺就表示在巡逻期间 美国海军的P-8A海神号巡逻机 多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告 说他非法进入了中国领土 并命令飞机驶离 那报道就指 B-8A巡逻机在中国占有的珊瑚礁附近 低于15000英尺 也就是继4500米时 一些珊瑚礁在屏幕显示器上 看起来就像小城市 有多层的建筑 仓库 机库 海港 跑道 和据阿奎利诺说是雷达的白色圆形结构 在永鼠礁附近 可以看到有40多艘不知名的船只 明显停泊在那里 那阿奎利诺就透露称 中国在美济礁 珠碧礁和永鼠礁上 建造了导弹库 飞机库 雷达系统和其他军事设施 似乎已经完成 但北京方面 是否会在其他地区 继续建造军事基础设施 还有待观察 这些岛屿的功能是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能力 扩大到其大陆海岸之外 它们可以驾驶战斗机 轰炸机 加上所有这些导弹系统的进攻能力 他指出 任何飞越有争议水道的军用和民用飞机 都可以轻易进入中方控制岛屿的 导弹系统的射程之内 所以这就是存在的威胁 阿奎利诺就强调 华盛顿在有争议地区的主要目标 是通过威慑防止战争 并促进和平与稳定 包括让美国盟友和伙伴 参与具有这一目标的项目 如果威慑失败 我们的第二个任务 是做好战斗和胜利的准备 印度拒绝与俄罗斯划清界线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上周六 对印度进行上任后的首次访问 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峰会 谈及乌克兰战事 映日的经贸合作等等 两国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就表示 将共同协助应对乌克兰人道危机 但并未点名批评俄罗斯 会后记者会上 莫迪也只谈经济问题 美国媒体报道 四方安全对话的另外三个成员 美国 澳洲 日本都施压印度疏远俄国 但印度拒绝 理由是印度需要向俄罗斯 购买武器对抗中国 与其同时 土耳其昨日也表示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一些关键议题上 正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 那安田文雄上周六首次 对印度展开官方 双方针对乌克兰情势确认 在任何地方都不容许 透过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那虽然莫迪与安田 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 表明对乌克兰的冲突 人道危机及核子设施安全 表示严重关切 但并未点名批评俄罗斯 那两人评估 战火对印太区域的影响 并表示会采取步骤 共同协助 因应乌克兰人道危机 那联合声明仅强调 现今全球次序是建立在 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 以及对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 尊重之上 那呼吁相关方面立即终止暴力 回归以外交及对话方式解决起见 那根据声明 莫迪与岸田文雄 重申印度与日本之间的 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两人重申打造 自由与开放印度太平洋区域的愿景 表达愿生化 安全与防卫合作的意愿 两人也提到 东海与南海的海上次序挑战 强调非军事化 与自我克制的重要性 联合声明虽然未点名任何国家 但明显是针对中国 联合声明也提及 北韩施射弹道导弹 阿富汗人道危机 恐怖主义威胁 缅甸政治危机 气候变化及抗议合作等其他议题 那岸田也宣布 官民合计将提出 5万亿日元投资目标 增加直接投资金额 及进军企业加速目 那希望透过持续完备 交通基础设施等工作 提高日本企业赴当地设厂的诱因 那印度是俄罗斯军火的最大买家 美国、澳洲、日本都施压于印度疏远俄国 但印度计划提出以下理由拒绝 印度需要向俄罗斯购买武器 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 从其他地方购买军火 叫俄罗斯昂贵 印度目前拥有250架 俄国苏负30战机 7艘俄罗斯制击洛级潜艇 及1200辆的俄罗斯制坦克 仍会在未来10年应用 那虽然如此 美国籍盟友都避免与印度公开决裂 因为印度仍是西方对抗中国的重要伙伴 换个焦点 乌克兰总统主演电视剧火爆全球 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党 取名人民公仆 那与他参政前的主演的电视剧同名 那该系列政治讽刺喜剧中 他扮演的历史老师 在社交媒体上猛然抨击 乌克兰国家政权腐败走红 并出人意料的最终成为了总统 那拥有该联系剧版权的基德哥尔摩版权公司 近日告知 这些天 那世界各地有关人民公仆的报价分次踏来 那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 泽德莲德 那告诉法新社 迄今已经签下了15份合同 并还在和另外20个国家洽谈生意 当中包括了美国 Netflix 以及许多不同的合作伙伴 均在洽谈当中 那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英国广播公司Channel 4 希腊广播公司ANTE 和罗马尼亚广播公司ProTV Bidens 等已经获得播放许可 另有意大利三家媒体正参与竞标 在德法两国 该剧可在公共媒体 Arte的影片库里看到 设置斯特拉斯堡的这家 法德联合电视台就称 点看该电视连续剧的数量不断增加 泽德莲德也认为 真相购买播放权既体现了团结 但也反映了人们的好奇心 大家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那最近 泽德莲德公司和泽莲斯基本人 无直接联系 但他的若干经纪人有联络 Ecorite负责人马尔姆伯格表示 已经签下的合同细节保密 不过版权购买费约100万欧元 他的公司现有约40名员工 在多个地点办公 还拥有泽莲斯基制作的另一个取名 藏人藏母娘的系列剧的所有权 那Ecorite网站就称 为支持我们在乌克兰的朋友 同事和其他人 Ecorite承诺向乌克兰红十字会 捐款5万欧元 该组织急需资金 以能帮助战争受害者 那此外Ecorite已从其销售目录中 去除了俄罗斯拥有版权 或制作的所有系列剧 那Ecorite网站这么写道 作为与乌克兰团结一致的标志 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制裁手段 来应对俄罗斯 再来我们关注核战争发生的后果 那随着俄乌战火持续燃烧 人们或许不仅会好奇 大规模的核轰炸会是什么样子 那会是世界末日吗 人类有可能幸存吗 那法国杂志观点发表了 马克·莱纳斯的文章 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暗示 如果北京在乌克兰对他进行军事回应 或者他自身或他的政权面临威胁 他可能会诉诸核武器 然后我们将见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 直接对抗核升级的可能性十分明显 许多科学家以前都讨论过这个话题 但他们的工作并不广为人知 也许是因为当时伤处于和平时期 人们对看是不现实的事情 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如今形势不再平静 和乌云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的星球 作者就指出最近一次的评估预计 俄罗斯拥有约4477枚核弹头 如果包括退役弹头 总数量约为6000枚 而美国则拥有相似的核武库 共有约5500枚弹头 其中3800枚可快速部署 虽然很难估计这些武器的爆炸威力 但通过比较进行的估计表明 二战期间引爆的TNT炸药不超过300万吨 而每艘英国三叉检潜艇携带的40枚核弹头的TNT 当量为4兆吨 那这意味着仅这些船中的一艘 就可能造成比整个二战更大的破坏 那1945年 美国用原子弹袭击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 和爆炸和火球及其电离辐射发出的强烈放射性热量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 分别有14万人和7.3万人死亡 许多居民被热辐射、烧焦 尤其是在撞击点的一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被严重烧伤 他们的皮肤后来大面积脱落 一些人尤其是建筑物理的人 在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被热量蒸发后变成了窟窿 那就连幸存者也因核裂变释放的中脂和加码色线 而患上了急性辐射综合症 症状包括血性腹泻、脱发、发烧 严重和持久的口渴 他们中许多人因此而死 那其实如果发生核战争 辐射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小问题 社会崩溃、饥荒和大部分生物圈 遭到破坏将是最严重的后果 那作者根据2008年完成的一项研究 回顾了对俄美核战争情景的分析预计 俄罗斯将向西方国家发射2200枚武器 那美国将向中国发射1100枚武器 其他1100枚发射给俄罗斯 在不考虑其他国家核武器的情况下 这已经意味着大量发射4400枚弹头 研究就认为 这样的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将直接导致7.7亿人死亡 城市和森林燃烧将产生180泰克的烟尘 那美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会立即死亡 2019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 设想了一场同等规模的核战争 但估计值略低 那该研究就预计爆炸将产生150泰克的大气烟尘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 阻挡30%或40%的阳光 从而导致气温大幅下降 整个北半球的夏季温度保持在冰点以下 即和冬天 那夏季气温将多年保持在冰点以下 全球降雨量将在第三年和第四年减半 地球在十多年内不会恢复正常 届时大多数人已经死亡 全球粮食产量将减少90%以上 而在这种情况下 在全球鱼类种群崩溃 臭养成遭到破坏之后 大多数国家可能只有不到 四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活到第二年的年底 那中国的食物储量将减少97.2% 法国减少97.5% 俄罗斯减少99.7% 英国减少99.5% 美国减少98.9% 这些国家的爆炸幸存者最终会被饿死 那根据作者的说法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 一些人最终可能会生存下来并重建地球 即使爆发大规模和战争 自然也不会灭绝 但大多数人将遭受烧伤 辐射和饥饿带来的非常痛苦的死亡 人类文明将会崩溃 幸存者最终生活在一个荒芜和被破坏的星球上 小麦为何如此重要 那小麦是人类最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 野生小麦早在大约8000至1万年前 就已经被采集和栽培了 这也使小麦成为了继大麦之后 栽培时间最长的谷物 那小麦源自于欧亚大陆地区 可能在阿拉伯半岛的北部 以及伊拉克 伊朗 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一带 埃及人甚至在6000年前 就已经有了专门的面包烘烤室 那在欧洲 最早的小麦种植于地中海地区 谷物能够被妥善储存 帮助人们度过漫长的冬季 那中世纪时期栽培的罗麦 特别是施佩尔特小麦 在中欧相当受到重视 从11世纪开始 白面包在该地区成为了有钱人的时尚 全世界正在种植越来越多的小麦 2020年小麦的种植量超过7.6亿吨 这时小麦成为了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广泛种植的谷物 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法国和乌克兰是最大的出口国 同时小麦是人类最重要的食物之一 是最受欢迎的面包原料 那小麦在世界各地的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 当价格上涨时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那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小麦品种 对气候和土壤有不同的要求 小麦的种植方式有下小麦和东小麦 东小麦在全世界的种植中占绝大部分的份额 它可以承受低至-20度的温度 那在寒冷的地区主要种植于春季播种的下小麦 而小麦需要许多营养物质 理想的栽培土壤应是肥沃的 营养丰富的黄土或黏土 也具有较高的含水量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和俄罗斯肥沃的黑土土壤 如此适用于种植 那在麦粒的外壳中 有B群维生素、维生素E和矿物质 那谷物本身主要由淀粉组成 即碳水化合物 还有高达14%的蛋白质 而小麦培养位于谷物中 只要含有脂肪酸、矿物质和维生素 那现代的小麦有一套6倍的染色体 总共有10万多个基因 这意味着小麦的基因数量 是我们人类的5倍 我们的细胞中大约仅有 2万3千个不同的基因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收看